早上又收拾了将近两个小时 给大家看一下什么叫做带娃旅行 看看它的东西 还有萧萧的东西 布满了座椅 床 实在不知道该怎么放了 棉油巾 它的一些小玩具 被子 连这个缝隙都塞满了 这个位置还放了几本书 三个枕头 太乱了 两双拖鞋 给大家看一下这里面 你看 放满了各种洗漱用品 整个圈 这一瓶是还没有开的 等一下放到后面去 还有默默一些还没有干的衣服 挂在这个位置 装米的盒子 就连这些缝隙全部都塞满了 还有两杯盒面 这个座椅也是挂满了东西 在这里还放了两包菜 这是我妈妈种的 等一下去到广州 萧萧要带去给她的一位好朋友同学 车门的旁边也是放满了东西 电饭包 这个包都是那些锅碗瓢盆之类的 新的牙刷 看一下车后面 这个锅道放满了东西 尿布施就放在这后面了 几个包 这个柜子里面也是放满了东西了 欧阳来跟爷爷奶奶说再见 这样叫我再见吗 再见再见 好 走吧 把它包上去吧 包上去坐车了 好 说再见 好位好位 好 出发了 三个小时 三个小时 对 三个小时 这位 好 我们家这里的交通还是非常方便 因为高速路口就在家门口800米左右 这是鹿河南收费站 从这里出发到广州南沙区有250公里需要3个小时 因为我没有安装ETC 所以要走人工车道 你好 我这个是六座的 我这个车在上高速的时候经常被认为是九座的 所以每一次在入关卡的时候 我都会特别强调一下我的车是六座的 到莲花山服务区了 要停下来照顾一下嬷嬷了 我们是尿尿了所以哭 嬷嬷 你怎么了 尿尿很多 要换尿包了 下来走一走 哎呀 天啊 现在已经是中午11点多了 就在这个服务区吃饭了 没有嬷而已啊 没有 这里面相对安静一些 现在饭开了真好 进入这个服务区就不用再去扫码什么之类的 有没有戴口罩也是无所谓了 看一下这个是谁 哎 你怎么拿到我的车钥匙了 哈哈哈 你真厉害啊 又回到车里拿小围兜还有抽纸 等一下还要喂嬷嬷吃饭 我点的是梅菜扣肉 三千米饭 总共66 嬷嬷吃一点米饭啊 来 安安安安安 哇 好多车车啊 默默有点打嗝了 上去车里喝点水 其实现在默默的主食还是奶粉 偶尔呢也喝一点牛奶 刚刚那些呢只能作为腐蚀了啊 OK 继续出发 现在是中午1点20分 默默在车子里面睡着了 但睡的姿势啊有点尴尬 你看 还好啊这个车子里面呢是有空调 有20度电 空调啊能够支撑一整天的时间啊 前面好像是出事故了 车速大家都慢下来了 停下来了 这里是什么地方啊大领山哎 对 到了大领山 到了大领山服务区了 再下来休息一下 默默有点不耐烦咯 服务区的停车位都这么紧张啊 这里 刚刚带默默下去玩了一圈 买了两个面包 OK 继续赶路 现在离广州还有34公里 需要41分钟 又到虎门了吗 你看这不是太平大桥吗 对面就是微远了 这里是我工作以及生活了8年多的地方 但是混得非常失败哦 混了这么久还没有混到一套房子 这么说吧哦 不能凭这个来评价一个人的哦 这里也是我做旅行自媒体梦想开始的地方 我拍的第一个视频就是 虎门大桥以及下面的微远炮台 我还记得当时拍第一条视频的时候啊 我都准备好文案了 去到那里呢 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最后反反复复去了好几次 才把这条视频给拍出来 所以当做一件新的事情的时候啊 确实是需要去克服一些困难 虎门大桥 永远都是这么多车的 开始行驶缓慢了 虎门大桥有一个非常奇特的地方啊 就在前方不远处 有一座看起来像是横跨的天桥 但是这上面是那些炮台士兵的房间 上面还有一些墙机 以前我在上面呢是拍过视频 就是这一座天桥 过了虎门大桥就是广州的南沙区 等一下我们要去拜访一位朋友 是萧萧大学时期的闺蜜 又有两年多没有见面了 还有我们到了啊 我又坐不住了 我们走人工车道 南沙区的环境还是非常好的 这里也不会拥挤 这条街好有市井气息啊 你看摆摊都摆到马路上面来了 到广州了 咦 嬷嬷 我们下来买水果啊 小心 慢一点 买一点水果 来一份 一份啊 这个应该可以 超一个好一点的 草莓呢 可以买点草莓给嬷嬷吃 这是细梅吗 哇 这个牛二 细梅来一个吧 哇 这个挺贵的哦 你这个是 大的 69.5亿斤啊 就买三样水果 车梨子 这个 细梅 草莓 都是最贵的 再来这个药房买点药 这个 这个 养化新高 杨姨 杨姨长大了我啊 杨姨现在读 几年级了 一年级 一年级 厉害厉害 嬷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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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 这边呢 走 嬷嬷不跟我们走吗 你要去草地吗 走吧 走吧 从十点多出发 到现在已经是 晚上六点钟了 两百五十公里 跑了 七个来小时 公里数不多 但是 时间太长了 好丰盛哦 有鱼又有鱼啊